屏東縣衛生局雇用擴大就業方案的 臨時工來開救護車 沒有想到這位臨時工居然是無罩駕駛 一開始衛生局的人員還不知情 還直接把流姓男子在接送病患的途中 發生追撞車禍 這樣的狀況才發現不對勁了 而最後流姓男子坦承駕照早就被吊扣 只是衛生局對聘用人員人事資料 完全掌握不齊全 本來是用來載送病患的救護車 現在卻撞成了這副德行 照片中就是流姓男子駕駛的救護車 兩年前在載送病患的途中 追撞前方的一輛黑色轎車 造成右車身毀損 連擋風玻璃都碎裂 誇張的是流姓男子竟然是無罩駕駛 是參加擴大就業在衛生所服務 因為當時我們的正駕駛 他有事到別的地方去 剛好我在這裡 就中當司機 事發當時在救護車上的病患 因此骨折需要開刀 治療事後不滿提告 結果這一告流姓男子駕照早 被吊扣的事才曝光 我那個工作是一月到六月 我在三月的時候 酒駕被吊扣 他什麼時候發生這個駕照的問題 我們不得而知 他也隱匿不告訴我們 儘管衛生所一再強調是流姓男子 隱匿駕照被吊扣 但聘用臨時工的衛生局 對於聘用的人員 人事背景沒有掌握 也實在太誇張 讓法院判決衛生局 必須負起連帶的賠償責任 中央選張沖廣 元方 評論報導